那下面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阿里云基础应用架构的一个介绍 那这一部分其实会主要介绍一个 阿里云初步使用的一个基础架构 那这个基础架构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我们阿里云的传统所谓 我们有一个阿里云有个图画 就叫做四大件 那么四大件产品的一个基础应用 也就是所有的这种类似 就是上云那种基础产品 你的业务要上云 那么你可能一开始规模也不是很大 然后应用也不是很复杂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采用这样一个架构 去实现你的应用 那么就是SLB作为我们的流量的入口 最上面的这个SLB 作为我们流量的入口 做负载均衡 那它做的什么呢 就是后面你把你的应用 部署在一不同的 多个ECS的这个实例上 ECS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云服务器 那么通过SLB加云服务 多个云服务器来实现一个业务架构 比方我们举个例子 你部署了一个论坛 对吧 那么我论坛的应用 部署在不同的这个服务器上 然后呢 我的论坛的入口的这个 公网的地址呢 是这个SLB的公网地址 那么SLB它实现就是说 当用户来的时候 我会把我的流量分发到不同的ECS的这个云服务器上去 然后呢 由不同的服务器来处理不同用户的请求 这样子会实现你整个系统的一个高可用 那么也就是说 当一台服务器出现一些问题不可用的时候呢 其他服务器依然活着 然后你的业务是不会中断的 那么这是我们作为流量应用的一个部署架构的一个前台的逻辑 后谈呢 就是你的一些这个用户的数据啊 你的一些用户的这个group呀 然后各种就业务相关的数据啊等等 那这些我们可以放在这种结构化类型的数据 我们可以放在RDS的数据库中 也就是我们的关系型的这种云服务的数据库 云数据库 还有些你这个论坛里的 比如说一些图片呀 一些分享的这些附件等等 这些我们非结构化的 然后一些视频啊等等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OSS这种对象存储的产品里 它是一种海量的存储 然后是持久化用户数据可靠性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那通过这四个产品呢 你就可以快速构建一个向外提供服务的一个基础的应用 这是一个我们最最基础入门的一个产品架构 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课程 后续的这个课程也包括我们ACF着重会去考考察的几个产品的核心产品的这个课程的一个影子 那我们下面会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产品 包括第一个是云服务器ECS的产品 那么云服务器ECS产品呢 它是ECS是Elastic Compute Service的一个缩写 然后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 其实说的很简单就是一台虚拟机 你可以购买到的一台虚拟机 但这台虚拟机呢 它是可以弹性伸缩的一个服务 什么叫弹性呢 弹性就是你可以横着弹也可以纵着弹 横着弹呢就表示什么呢 就是横向扩展 也就是我可以快速的在几分钟之内的扩建100台服务器 那么这个弹性是非常强的 也就是在传统意义上讲 其实很难有这样的快速获得这么多服务器资源的一个机会 那么纵向垂直的伸缩呢 弹性呢 其实就是我可以去更改我这个服务器的配置增加CPU内存等等 然后只要重启一下 就能快速的获得这个服务器的配置的一个升级 那么这是我们弹性的一个概念 然后安全呢 就是我们ECS服务器 它只要启动起来之后 处于运行状态之后呢 实际上呢 它就具备了防地道死攻击的这个能力 然后呢 应用层的这种入侵的防御的功能 它也具备了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传统的话 如果想具备这样的能力 我要买一台服务器 我还要构建相应的这种安全设施之后 才能具备这些能力 而云服务器 只要你开通 它运行起来 这些都OK了 那么这是阿里云的云服务器 提供给大家的安全的服务 然后按使用付费 就是说你用多少 你付多少钱 阿里云的云服务器产品 它支持这个按量付费 和按 按这个包年包月的方式 那么 包年包月呢 就是按你使用的时长 就是你购买多久 就付多少钱 几个月 然后这个钱是从你的账号中 预扣掉的 然后按量付费是按小时去付费的 然后它就每个小时 结束以后会从你账号里 把前一个小时的费扣掉 那么后付费呢 我们刚才提到 它是比较适合作为应用的 这个运行环境的 那它还支持一些快照呀 镜像啊 这些功能 我们会在ECS的课程中 进行详细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负载均衡的服务 我们刚才讲 它是一个流量入口 做负载 流量分发的这样一个产品 可以看到 它作为流量的入口 后台挂着多台ECS的 这个服务器 然后从而实现的是说 我可以当一台服务器 出现状况的时候 我可以服务不中断 因为还有其他的服务 能够一直持续 不断地向外提供服务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高可用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传统的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有接触过 负载均衡的这种设备 然后负载均衡的设备 它传统都是一台物理设备 然后呢 它提供了类似这样的服务 但如果这台物理设备 出现状况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服务就断掉了 那么在云服务的情况下 这种弹性的负载均衡产品呢 它其实是由多台物理设备 一个集群构成的 它每个服务节点都没有存在 单点故障的可能性 所以呢 它本身自己也是负载均衡的 一个状况啊 所以呢 就是说 它这个高可用性要比传统的 这种物理的负载均衡设备 要更高 而它成本又更低 因为大家是分享的 然后就是你买多少流量 就付多少钱 买多大的这个流量 就付多少钱 同时它也很安全 就是它能够满足 就是能够具备这个防低 倒死攻击的这个能力 所以它是实际上 就是说当你购买了SLB的 这个服务 负载均衡的服务的时候呢 你的安全性已经得到了保障 同时呢 你也是用多少付多少 它是安量付费的 详细的一些内容 我们可以在SLB的课程中去学习 第三呢 就是RDS关系型数据库的服务 这是我们的云数据库的这种服务 它现在能够支持的这种引擎呢 就是我们传统用的这个SQL Server 然后PostgreSQL 还有我们的MySQL 然后呢 最新我们也推出了一个PPAS 它是高度兼容这个Oracle的一个引擎 也就是说传统 如果大家在使用 不管你用MySQL 没有SQL Server 还是用PostgreSQL 还是Oracle 那么你其实在阿里云的官网上呢 都能够找到相应的数据库产品来 来进行对应 如果呢 你之前是 你现在是一个完全新的服务 那么你可以根据你自己 已经熟悉的开发习惯 去选用不同类型的这个数据库服务 那么它同样也是在启动之初 它就具备了这种防DDoS的功能 是非常安全的 然后呢 它每一个节点呢 其实都是有两个以上的这个物理节点构成 也就是你买一个RDS的数据库呢 实际上它都能够有两个物理节点 在帮你提供这个服务 它是一主一辈的 所以呢 解决了很多我们传统 这个我们自己要构建一个数据库 一个DBA要做的很多的工作 现在都不需要 然后你开箱就可以寄用 就是说你只要开通了RDS的数据库的服务 那么你只要构建了你自己的 建了你自己的库 然后用户名密码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你的应用快速地访问到你的服务 并且呢 它还具备防DDoS和SQL注入攻击的能力 还有很多就是荣灾备份呀 毒血分离呀 这些功能 其实阿里云都已经提供到 还有备份呢 然后包括白名单的配置 就是谁能够配置到 我的白名单里才能访问我等等 来保证它的安全性 这些功能在我们的RDS关系性数据库服务中 其实已被提供到了 所以呢 大家就变得非常的方便地 可以获得这个数据库的服务 然后呢 很多企业也不用去雇用专职的这种DBA去维护你的数据库 那把这个事情就交给阿里云的基础服务去帮你完成就OK了 所以呢 这就是RDS的这个数据库的服务 那我们后面的课程中会有详细的一些介绍 OSS对象存储呢 就我们刚才讲的 它在整个图里头承担的是 去存储我们的这种非结构化数据 就是图片呀 视频呀 还有一些附件呀 对吧 然后等等这些不是可以放在数据库中的内容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海量 就是它的存储容量非常大 然后它的存储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无上限的一个存储方式 然后呢 它这种使用的方式呢 也是按量去付费 就是说你存多少进去在OSS里头 那么它就寄多少费用 所以随着你的存储容量不断地上涨 然后你的费用就随着你使用的情况来增加 而不是像我们传统的方式说 我要购买一台存储服务器 我要通过上限的方式来获得 就是说我要买多少 我就能用多少 那可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买了一个服务器呢 它可能是两个T 对吧 然后呢可能到年底的时候 我发现才用了500G都不到 对吧 那么剩下的那些1.5个T呢 那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在浪费 那么用OSS对象存储服务呢 你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用多少付多少钱 所以成本就会比较低 然后呢 它基本上的实现形式就是在网络上 构建了这样一样 这样一不同的这样的桶 就Barket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内容丢进这样不同的Barket 然后这个Barket就成为你这个 网上的一个存非结构化数据的一个容器 在这个容器中你可以非常方便地进行读写删除和拷贝 然后还有上传和下载 然后并且呢 对于大文件我们还支持断点的续传 并且呢 我们每个Barket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个URL 这URL呢 就是能够唯一标识这个桶 然后如果URL加上一个斜杠 然后加上你Object 就比如你上传1.jpg这个文件呢 那你就可以迅速地快速地访问到这个1.jpg 也就是说每个丢到桶里的 这个对象 它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唯一的URL 所以它非常天然的就是一种 非常方便的互联网存储的一个产品 所以很多互联网网站的这种静态网站 可以直接托管在我们的对象存储的产品里头 还有同时我们阿里云的这个对象存储 它还有这种图片的这种 图片的这种处理能力 也就是说它能够实时地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就比如说你用淘宝对吧 然后你用你的手机打开同一个产品 一个商品 然后你在你的电脑上打开一个商品 或者你用你的pad打开你的商品 你会发现那个图片都是非常 非常舒服地适配到这个终端的 对吧 屏幕的大小 这个非常舒服地能展示出来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实时处理的功能 也就是你在后台其实只存了一张原始的图片 那么但是你打开的时候呢 它会根据你的这个终端的这个尺寸 屏幕尺寸呢 去实时地进行图片处理显示出来 那么我们的对象存储产品 它能够非常便利地帮你实现这一点 也就是说如果你网站的图片内容 存在阿里云的这个OSS对象存储服务里头 那么你可以非常方便地开通这个图片处理的能力 它可以帮你进行图片的缩放 甚至包括你帮你打这种图片的水印呀 文字的水印上去都是实时进行处理的 极大的节省了大家的这个开发成本 好那讲到这里 我们其实四大件的产品的这个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来看两个小三个小的例子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一个客户 他叫爱线夏 他提供的是O2O的这种解决方案和数据分析的能力 然后呢他提供就比如会员的服务呀 然后线上的营销啊 还会进行客户的行为数据的分析和一些营销服务 我们在这图里可以看到啊 实际上它就是典型的四大件的使用场景 它是怎么用的呢 它的动态请求通过SLB 那这就是我们的负载均衡的产品进入 然后去请求 然后呢请求到它的这个部署在ECS上的这种application里头 就是比如它的会员可能请求一个 它自己的会员信息的查询 那这种是属于动态请求 为什么呢 因为会员这些信息可能是变化的 对吧 它在数据库中的内容是可能会随时变化 它的消费呀 它的记录啊 上一次的这种线上的这种浏览的行为啊等等 可能都会记录在后台的这个数据库中 那么这是动态请求 那通过这一条线 通过SLB到ECS 通过后台数据库RDS来提供的 那么静态请求就是什么呢 就比如它网站上的文件呀 视频啊 然后这种报表啊 那么它通过CDN加速 直接去访问它的OSS 对象存储 也就是它的静态内容 直接通过这个流向的 这就是典型的四大件的一个架构 就是动态请求通过SLB加ECS加RDS来实现 然后静态请求直接推送到我们的OSS 去提供服务 第二大类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有一个金斗云呼叫系统 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这种call center 然后呢 它是这种云的这种呼叫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对它的功能进行了分析 首先它第一部分是一个呼叫信令的这样一个服务 这个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们打电话 嘟嘟 然后这个嘟嘟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信令 然后接通以后 您好等等 然后其实这个信令的这个流程已经结束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是非常短暂的 一台ECS服务器呢 就能够满足所有的这个 话音的这个信令服务 然后接下来进入了菜单 就是您好 波一什么什么 波二什么什么 对吧 然后进入了这个语音帮助 这个这个模块 那么在这个模块里 里头呢实际上 然后它就有一个自己的ECS的集群 服务器的集群 去实现不同的逻辑功能 这个是完全由它自己去控制的 然后后台的它用RDS来进行它的这个通话的账单 通话账单是什么呢 就典型的这种结构化的数据 对吧 把它放在了RDS里头 然后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的这个录音呢 是放在OSS中的 然后ODPS呢 其实就我们的大数据产品 它用来做它的报表 也就是说它通过功能的分块 然后用不同的集群来实现的功能 后台呢 它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这个呼叫中心软件功能 介绍的网站 它用一台ECS服务去承担了 那么这个网站只是看这个软件的功能部分 所以呢 如果说这个网站出现一些状况什么 其实也不会对它业务有太大影响 所以它用一台ECS服务就完全能够满足需求 所以通过这个这个界面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 就是说 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业务都需要四大件来捆绑完成的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用户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系统的特点 进行功能划分来实现 我们的不同的功能模块 是用不同的功能来来承载 然后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车来了 车来了它是用来查这个 公交实时位置的一个软件 然后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前台逻辑和后台逻辑分离的一个产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架构啊 就是这是它的各种 就是不管是从页面上来的 还是从这个不同的终端 手机终端来的请求上来以后呢 它会分发到不同的SLB 这不同SLB呢 可能就是它其实实现的是不同地域的 比如说南方北方 按照不同的地域去划分 然后呢北方的就指向这个SLB 南方就指向这个SLB 对吧 然后呢这是就是通过DNS解析来实现 就南方的我就DNS解析到南方去 北方的呢我就DNS解析到北方去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讲到的全局负载均衡 就是DNS加SLB去解决的 然后呢它的外部应用 就是比如说我来查这个位置的一些 前台页面展示的部分呢 我放在前台的ECS上 对吧 然后呢后台比如说我来查这个地图啊等等的 然后呢我通过后台的这种APP去实现 然后实现了前台应用逻辑和后台应用逻辑的分离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头使用到了一个内网的SLB 因为这是前台这是通过公网访问到 这其实已经进入了内网 那么内网SLB呢 它实现一个就是前台应用逻辑和后台应用逻辑的一个分离 比如说当我要查一个公交 它现在的位置的时候 比如说request接收到以后呢 它可能会去这里去查实时位置的地图信息的一个 后台的逻辑 那么这时候如果 我这个逻辑的这一台服务器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这台ECS出现问题的时候 那我这台服务器还依然提供服务 当我要对这个服务进行升级的时候 我可以一台服务一台服务的进行 一台服务器一台服务器进行升级 但是对于前台来看 我依然访问的是这个SLB的入口 所以呢就会实现你整个系统的一个 更强的一个可用性 然后后台它的这种业务逻辑呢 用的是RDS 就结构化数据是存在RDS里头的 然后呢 它并没有使用OSS 那它用的是它的NFS系统 去实现的就是它的一种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 这是取决于它的一些系统逻辑可能特殊性的要求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里头它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内网SLB 去实现前台应用逻辑和后台应用逻辑的分离 并且呢 它还没有用OSI因为它的一些特殊性 它并不它可以使用自己的ECS集群 去实现它的这种存储集群 那么这是第三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这三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这种结构化的这种 这种四搭建传统经典的应用 然后还有这种分模块去搭建不同应用的这种模式 还有就是这种使用这种内网SLB去实现前台应用逻辑和后台应用逻辑分离的这种方式 来实现 所以就是我们四搭建的这种架构是给大家一种建议 那么在这个建议的前提下 我们可以很好的去灵活的使用 来构建属于我们自己应用最好的一个架构 其实就是性价比最高是对于我们来说 在云的这个场景下是最佳的一个架构 那本节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